我要非常感谢我们的陈老师 老师 谢谢 谢谢 我有得到这个机会 是因为有一个人给我机会 那我有机会来跟陈老师学习 是因为有一个人带我来认识老师 那就是小姐姐 还有一个人带我来认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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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认识老师 我来认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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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3年的时候 那时候在台湾的次抢会议 我们有机会进到了断职会议 然后有一位马来西亚的成功人 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来当成老师的学生之后 我们将会成为一家人 永远的一家人 所以要非常感谢李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今天来只是一个代表而已 因为真正的老板 大老板 他没有办法来 就是我的先生 所以我是他的秘书 我只好代替他来工作 因为以前呢 我不知道案例 不懂案例 从来不认识案例 所以我听到案例的时候 并没有拒绝 或许跟很多人一样 就是因为不了解 然后也不认识 没有听过 所以就没有拒绝 但我跟我的先生说 有难找我来做案例 我的先生说 不要去做 那是卖东西的事情 不要去做 你没有办法做的 我只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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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相信他不好 做了之后可以改变命运 我更不相信 做每几个月就可以有上万块的收入 更不相信 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毕业之后 工作也是毕业之后的工作 收入也才2300块的泰铢 过了一年之后 只升了大概300块的泰铢 做了两年也不过600块泰铢 所以我不相信安利 但是当我有机会可以看书 然后参加大会 就开始觉得安利真的很好 但是当我认识安利之后 我先生说你没有办法做 因为你又不认识人 你又没有时间 你原来的工作呢 每天下班时间是晚上9点10点 早上6点就要出门了 那你要哪里来的时间去做 而且你又没有资本可以去投资 因为不喜欢风险 而且并没有其他的需要 因为我进来安利之前 我已经有车子有房子了 但是我最喜欢安利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做安利之后 我可以给人机会 而不是去赞别人便宜 คนที่น่าสงสาร ที่สุดก็คือ คนที่น่าสงสาร ที่สุดก็คือ คนที่ไม่รู้ คนที่ไม่รู้ ว่าตัวเองเนี่ย โชคดี 我才能够评论 你 我已经到此了